当地时间5月8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出席塞尔维亚总统伍琪琪和夫人 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厦举行的欢迎宴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住酒词 习近平指出 塞尔维亚位于东方之西方 西方之东方 素来享有巴尔干之药的美誉 千百年来 欧亚大陆多元文明在这里交融碰撞 造就了塞尔维亚民族勤劳善良 坚毅不屈的品格 当前在武器级总统带领下 塞尔维亚政府和人民奋发进取 在经济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等领域 取得骄人成绩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升 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迎来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素来怀有特殊友好感情 南斯拉夫电影《乔》歌曲《阿朋友再见》 在中国广为流传 激荡着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反法西斯精神 也伴我度过了青年时代 德约科维奇 约基奇 库斯图里查等塞尔维亚体育界文化界著名人士 在中国家喻户晓 近年来 中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动力强劲 成果丰硕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指出 刚才我同武器齐总统举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会谈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我们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 实现了中赛关系新的伟大历史跨越 今天中赛关系正站在崭新的起点上 面临宝贵机遇和光明前景 中方愿同友好的塞尔维亚人民一道努力 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奋斗 蔡奇王毅等出席上述国度